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说他在爱因斯坦之前 他的理论已经超前了当时的时代很多 是不是万有引力发现呢? 他在传说中坐在苹果树下被苹果打醒了 他在发梦 跑梁的时候 为什么苹果都掉下来呢? 有加利略比撒邪塔的实验证明了 他在想什么呢?不用想了 应该没有原谅 和加利略有关 牛敦就发现 当然这是传说 他也看到开普勒的行星三大定律 给他一个很大的啟发 为什么星球与星球之间的引力 可以让大家互相运转而不会出现 例如脱钩、飞了出来 而我们为什么可以脚踏实地 地球的自转 不会飞到我们的地球的东西 出外太空呢? 因为大家都计过 斥度区的自转 线速度是比音速快 其实我们大家坐在超音速的飞机飞行 为什么又不会飞出外太空呢? 他就想起有一种引力 其中一种叫地心吸力 他又发现了一个引力常数 大家知道G每秒9.8米 另一方面就是 还有一个力就是外面外太空的力 就是所有星球都会安分守己 乖乖地,大家一起混转 而不会走错隔离 这个原来就是万有引力 为什么用万有呢? 这个何是万有呢? 牛敦就解释了 这种力是无处不在 只要有一个相对质量互相作用之下 这种引力就会被我们发现出来了 就是牛敦的万有引力 就是我们今天的太阳系的体系当中 不需要用外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 因为外因斯坦相对论 我们把太阳系放在太阳系里 就暖晒大龙 但是用万有引力就已经足够了 是不是呢? 其实不是的,要说到相对论 就是另一个话题 我们集中说到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在太阳系 但是最明显的作用就是令到这些星球 这些行星乖乖地环绕太阳运转 但是有些不乖的 这些是彗星来的 我们说它是太阳系的流浪 在哪里来的? 这些又要另作别论 因为说到这些是要说太阳系里面的天文知识 另外大家看到这些 一粒粒的就是小行星带 小行星带呢 这些是太阳系里面的太阳光环 土星有土星环 太阳有太阳环 这个小行星带我们可以看成是太阳环 好了 那么 惠根斯是什么人呢? 惠根斯 他最著名的是在光学上 他发明了一个木镜 叫做惠根斯式木镜 这种木镜 他可以直接用来看太阳用 因为由于光学的技术越来越提升 但是没有改变到惠根斯式木镜的地坏 因为现在新式的木镜有很多块 由于有很多块 有某些玻璃 他就要用这些胶黏着它 但是如果你拿来看太阳 这些胶 那些阳光会通过这些玻璃 就会发热 连些胶都融了 所以整个木镜就报废 但是唯一 惠根斯式的木镜 就不会报废 因为只有两块玻璃 但是 如果你说要求太高 它的光学像质 当然没有现在的 新技术的木镜 来得那么 应该说是 质量那么好 或者像质那么好 或者市场没有那么宽 但是用来看太阳 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光学系统 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做不逆定律 我们叫做玻璃越多 就越复杂 造成的问题反而越多 但是唯一根斯式的木镜 它没有其他 木镜的优点 但是 也都没有其他 木镜的缺点 正因为没有缺点 它才留下今天 好了 刚才说的太阳是五大行星 但是 在十九世纪末 有一位天文学家 应该不是十九世纪末 一七多年 十八世纪 一个叫做克歇尔 这位人兄就是 何去人也 因为当时 有了这个行星三大定律 就计算到很多行星的 运行的数值 因为计算得十分精准 而和它观察的位置 出现了不相似 就是 明明今晚八点钟 就在哪个行星附近 或是在某个赤道园里面的 某个黑道的数值里面 但是 而 为什么木星或者土星 应该说土星 经常是 不按照这个预测的位置出现 因此很多天文学家 就是古 其中 威廉·克歇尔 就 就怀疑 土星外面 一定有一粒 大行星 令到土星运行的轨道 出现了一种叫做涉动的作用 就是干扰它应有的位置出现 这种干扰呢 这种怀疑的话 就令到人类的 对宇宙的事件 又 又腾出了一步 将我们本来只有五大行星 就变成有第六大行星 就是天王星 天王星就是 威廉·克歇尔 他用自制的望远镜 其实 为什么 这幅图有个 我们说是兄妹呢 其实威廉·克歇尔 他就不精于计算 他就精于观察 始终男人用的望远镜 就应该聪明一点 不是精必其事 你试一下 找位女士们托我家的十四处望远镜 我想也挺难托 托我戚到也挺辛苦 但是 威廉·克歇尔的妹妹 她除了做妹仔之外 还要跟她计算 她计算很厉害 把威廉·克歇尔 观察回来的数据 从她计算 终于计算到她的位置 好 终于按照这个位置 就发现了天王星 她不是叫威廉·克歇尔 发现了 应该是兄妹一起发现的 好了 西方天文学 大致上我们学天文的人 都会集中在西方天文学 因为 而事实上 中国的天文学 在早期 即是说我们古代时间 主要是集中 这个 我们叫什么 历算 即是说 日期之类 1900 就比较多些 而西方 就比较 着重天文的 实质观察 故此 我们中国的天文学 就在 这个 二十世纪之前 即是说 十九世 即二十世纪 即是 1900 一九零零年之前 就 是没有正式西方引入 这个 天文学 我们中国的天文学 都是集中一些 我们叫 叫什么 如果那些星相学家 说中国的天文学 就用来占卜用 其实西方都有 但是中国更甚 用来看风水 那些 青龙白虎 那些大家可能听过 你在哪里 其实不是的 中国的天文学 就将天空分为四象 即是四个季节 什么白虎 青龙 炎武 朱雀 白虎 秋季 炎武 是什么 冬季 朱雀 夏季 春季 这个夏季 分为四象 二十八寿 好了 大家知道 这个是什么字 不要读宿 读宿 因为 就是 为什么中国天文学 不是大家 认识那么多 至于中国天文学的字 我们天文学 爱好者 或者一些 我喜欢玩天文的人 对于这几个字 身为中国人都惨叛 未必读得出来 大家能读这几个字 这个读什么 不知道 这个呢 这个读什么呢 其实有些字 都叫做几篇的 因为那些不是我们常用字 好了 中国二十八寿的形态 就是这样的 那 大家听过 室女座 这个室是不是室女座 不是 没有那么聪明 但我记得这个是什么呢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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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就是天蝶座 心寿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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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这个笔是什么 在西方天文学的星座 就是金牛座 金牛座 有个笔寿 很著名 好了 还有什么 这个读什么字 大家知道吗 我都曾经说的笑话 有位 我们打牙教 有位学 都是读语文的 主任的学校 他竟然跟我读了什么 读语文字 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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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西方天文学 他有 keep 是籽星座 附近的 新凌 是七姊妹星如果是籽星合 他是在这里 如果他要记住 就是籽星合 你卫星 是这样的 西方像一只 我大概都記得這麽多,因為我不是對中國天文的聲秀太專注 我們中國天文學這幅圖是很著名的 它在蘇州石黑天文圖,這幅圖在黑喊石上 由於這塊石已經是國家一級保護文物 所以很多蘇州有關的部門就將它託印了很多天文圖 這些石黑託印的圖書 原來我們天文會都有兩幅圖 是視為中國天文學的真品 裡面是全天的星圖 這個星圖的特地是什麼呢? 這個代表我們中國對全天星空的星球的位置分佈 也顯示出我們中國人對天空的星空的看法 原來與西方有些分別的,是不同的 大家的想像力不同 西方說天蠍就像天蠍,中國就不是 中國就有我們中國人的看法 中國的天文學自清朝,應該說明朝 馬可伯羅來中國,開始 將西方一些天文學的信息帶來中國 之後到誰呢?這個應該是利馬鬥 利馬鬥,這裏我沒有圖,可以告訴大家 我講完大家可能會一窩蜂去看一看 原來澳門與利馬鬥的關係很密切 為什麼?因為這個字在意大利走到來澳門第一站 走到來中國第一站就是澳門 在澳門當時的姓尤漢修院裏面就讀這個中文 為什麼他要讀中文呢?因為他要準備入中國 在澳門逗留就好像三年 期間他就在百甲巢裏面 建了一個觀星台 大家去百甲巢找吧,看看誰 我特意拿一些圖出來,看看大家有興趣去找一下 找到下次你告訴我 你可以說我亂說 但我問過當時賈梅士博物館的館長 這裏可以說,開名也可以 叫江年豪,他是一個蒲國人 我曾經問他說 他個人都很相信這個就是當年 利馬鬥在這裡觀星的位置 因為你要記住澳門 澳門 以當時四百多年前的澳門 四百年前的澳門 八甲巢算是很高的 因為附近再高一點就是大炮台 大炮台不能住人 那時候還沒有建大炮台 他就在八甲巢裏面 建了一個觀象台 自從利馬鬥之後 湯若望、劉懷仁 那些外國的傳教士 那些傳教士是兼做天文學家的 其中這個湯若望和劉懷仁 就帶了這些儀器來給中國 叫中國做這些儀器 那這些什麼儀器呢 就是現在安放在北京古觀象台那裏 那我自己在1983年曾經去到 那這些就是象限而 那 那 大家可以看到淺藝術品多於似儀器 因為究竟怎麼看的 那 其實當時就不需要用望遠的 那他根本就不是要看一顆星裡面是什麼 他只是看一顆星 什麼時候在哪裡出現 就是利用這些 規管 一個小孔 看過去或者一個標點 指著他 測量他這個位置在哪裡 就知道我們今天的日子 那來預測 未來的日子會出現什麼的了 那以前我們這些古代的人就這麼厲害的了 那這個地平經偉儀 那 這個主要就是 測量這個 行星的地平高度和方位角 因為 那 就知道地球的 那個叫做自轉的時間 和 公轉的關係 混兒 也叫做混天兒 大家看到這些位置 那些環 左轉右轉都可以 它轉的原因 就是根據 當地的 那個叫做地理 緯度 這樣就來 測量 某時某月 某顆星 在這裡出現 那就換算 在當地的地理緯度 出現的時間 有什麼 對應 那就知道 這個 就繪畫這個 天空的星圖出來 就利用這個混兒 做這些 這樣的工作 在今時今日 我給你用 你都不知道怎麼用 我們都沒有用過 因為我們 現在的 我們有福 因為我們現在的 程度園 本身已經是 有了這些功能 有了黑度 有了追蹤 再進步一些 有高圖系統 那些 整部電腦裡面 根本就不需要我們管 那些 苦神義 我這件事 他 是 測出日出日落 的 和地球的關係 這個應該算是中國最多 都算是幾多的儀器之一 因為我在南京都見過 這個就是天球儀 這個天球儀很重 整個實心筒 有幾噸重的 可想而知當年做這個天球儀是幾 不容易的事 上面就點了所有 當時看到的星 位置的誤差是十分之少的 所以做這個天球儀的技術 還有這個平面有很多黑度 不過這裡看不到 它的造工在當時真的一絕 就可以了 好了 這個就 這個不是叫簡兒 這個叫 應該寫錯了 這個不是簡兒 這是北京古觀賬台 裏面的一個叫 叫 雲天儀 比這個雲兒 比較複雜 這個雲天儀 多了幾重環 我覺得 等於戶外 就 似乎有點浪費 日曬雨淋 加上現在的宣語 被他們侵蝕 有點不捨 這個才是簡兒 這個簡兒 唯一是中國人發明的 這個就是確守徑發明的簡兒 其實這個簡兒的特點是什麼呢 地平經緯儀 加這個斥道儀 其實這個斥道儀 是今天的斥道儀的初形 即是我們現在的斥道儀 是根據這個簡兒的原理做出來的 這個簡兒的功能 中國人的智慧就是一而多用 又可以測地平方位國 也可以測行星的方位國 也有地平計時的用力 一個儀器做出幾樣東西 這個就安放在北京以金山天文台那裡 我也曾經去見過 這個就是真的中國人的智慧發明 這個 這個歸表我們叫做太陽鐘 可以看到四季太陽的時間 這個也是類似太陽鐘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時間 那支乾的影 會在這個平面那裡 指出不同的一些毒素出來 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故宮 這塊東西 文章說八國聯軍曾經想搬走 搬不動太重 用一些漢白肉做的日軌 我們叫做太陽鐘 這個是斜洞式的 兩邊都可以用的 底面可以用的 這個也是中國人發明的 這個是外國的 如果太陽鐘呢 我們看到 我們澳門的教堂也有個鐘 或者十六樓也有個鐘 不過那個鐘也不知道 還行嗎 但是其實 不用這麼複雜的 我們的鐘 反正我們馬上睡覺 或者紀念鐘 就不用看 睡到明天 一見這個鐘 出現有陰影 我們可以起床 所有的跨牆式的太陽鐘 就可以這樣用 太陽鐘有多樣化 跨了牆之後 要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一動之乾 就可以指出不同的時間 不過在澳門 我想都不太適用 因為如果一下子不過 要坐下去 真的生日密近 一腳踢到也不好 好 最近我們澳門的太陽鐘 應該是香港科技大學的 坐地式日軌 澳門就沒有了 香港科技大學 就弄了一個這樣的太陽鐘標誌 記得搶眼奪目 太陽鐘的好處是它實準 因為它是根據地球自轉的速度 不過提醒大家 地球的自轉不均勻的 因為最準的鐘 最準的鐘 都是叫做熄原子鐘 現在的技術來講 它可以量度地球自轉不均勻 所以太陽鐘 自從有原子鐘出現 太陽鐘應該是不準的 好了 我們大致上就講到 我們人類祖先 有個聽說是由證明平方反比特利昌的 那個是關於開普勒定律的 有位朋友問 或者下次補充 我給一些 一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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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定律的一個圖表出來 我們下次就會集中講一些 關於天文望遠鏡的光學特性 因為 未買天文望遠鏡的朋友 可能很大期望 一買 哇 那些銷售商 又說 放到一千倍 二千倍 三千倍 更厲害 顯微鏡 然後又說要看到 哇 月球幾乎 月球基地 什麼UFO都見到 那 不好意思 你當你買了一支 望遠鏡之後 你以後可能 看到望遠鏡 你可以當作發惡夢 拿了幾千元出來 原來都看不到 那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是因為 你對天文望遠鏡的期望過高 之餘 你對天文望遠鏡的認識 沒有一定的基本概念 所以形成了你對他期望過高 就失望越大 那故此 未買天文望遠鏡的朋友 就記得下一次要聽我在這裡 和大家介紹一下 那聽完我說之後 為什麼要聽我說呢 其實我和你一樣的 細細聽說 我都交了很多學費 那這次呢 為了和你們省下學費 那是不是更加要聽我說 故此 因為天文望遠鏡有很多問題 因為如果不好 你會一生抱憾 那當然了 要買到這些 那為什麼這幾個人 為什麼不見到人呢 因為私隱問題 那不是銷售的 是銷售的 那我見到這三座東西 我都答課 不過這樣 如果你真的 你的荷包支援得到 就一次過算 因為買了之後 你以後不用想別的樣子 像你太太一樣 你不會想別的樣子 不會吧 不會吧 不會就 下次再見 原來看星星是很可愛的 很開心的事來的 拜拜 好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